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这一口设计之美 然后呢也是延续着我们的这个上一个小回合的主题 就是以五指旗框架设计当成一个范例 我们来说明这个怎么去 透过EIT的造型来协助我们寻找框架的API 来设计框架的接口 然后来表达这个明确的接口设计 让AP开发者能够来开发几十万只的API 所以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我们介绍过了框架是当今主流平台 来幕后最重要的这个架构,软件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呢,我们知道 它就是以框架的形式来呈现 那框架呢,就是要跟APP要对接 中间就是I,所以我们就以EIT来表达它咯 就是框架它的用意必须要加上这个APP 那么加的意思就是要做整合做对接 所以它这里就是有API,这里就是两个之间 就是 就是这个API OK 那API重点就在I上 所以这个I刚好就对到这个EIT的I 那我们再找出E跟T两个配角 来对这个I做一个详细的描述 OK 好,那在这个接下来 我们就要实际进入我们这一个五指旗的翻例咯 那这里都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我们EG传统的面向对象的这个 分析方法 过去我们称为叫做OOAD 叫做Object 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叫做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方法 也就是机椅类造型的一种设计方法 OK 就是机椅类造型的设计方法 我们就通称为这个OOAD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没有凸显的I 所以设计出来 并没有分离出来 哪边是框架 哪边是AP 因此呢 我们就除了用类造型之外 我们再加上的EIT造型 来继续对我们已经设计出来的 这个以类造型来设计出来的这种架构 继续设计出它的I 然后就分成框架跟APP OK 好 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 我还是一样 先帮你做个复习跟图点 就是应用框架 是一个平台 也就是 例如呢 它就是像Android的平台 还有IOS平台等等的 那么这个平台呢 提供的API 也就是提供的接口 来跟40万只的APP 来对接 对接 所以呢 我们可以了解 因为框架的API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用EIT的 来表述它的I 是恰到好处 OK 是一个结配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 就分两个阶段 来做这一个五指旗的架构设计 第一个阶段 叫OAD 就是 Object 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就是 面向对向的系统分析方法 那OAD 就是基于这个类造型的一种分析方法 这是目前在业界里头 这是目前在业界里头 还算是主流的方法 但是 它的最主要的缺点 就是没有做完美的地方 就是 它没有很清晰的描述出它的接口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 基于这个OAD的基础 基于这个OAD的产出的基础架构 我们继续的 应用EIT造型 来对它做优化 优化的部分呢 就是 厘清接口 定义框架的API OK 定义框架的API 那 因为 这个EIT的造型 本身就是由类所构成的 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第一阶段用类 第二阶段用EIT 因为 EIT本身就是由类扣充的 所以呢 这个 两个阶段的衔接 是很流畅的 很流畅的 那我们现在 就 我就带你来 实际的走一遍 这个 整个 开发的 流程 那 吴子齐呢 在我们这个课堂 这一个课程里头 以前已经 稍微介绍过了 但是 那个重点 不在于这个接口 就当时的重点 现在 我们把焦点 放在接口上面 放在接口上面 那 这就是 大家已经蛮熟悉的 吴子齐的 情形的照片 OK 那我们现在 就从传统的类 出花咯 传统的类 那 来进行 传统的 这个 object 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 OK 那这个步骤呢 第一个 先找到的主角 叫起手 OK 好 当然 每个人 的 分析方法 找对象 的 路子 可能不一样 这只是 我几例而已 OK 好 你可 所以我这里是先从人先找 但是你也可以从棋盘先找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只是 一个例子而已 所以先找到 五子齐的 核心概念 好 成为类造型的内涵 好 所以我们找到的叫做 起手 那起手又分为两种 电脑跟人 那这就是内涵咯 好 所以就把它放进去类里头 这个框框叫类 好 类 然后 这个起手呢 叫内涵 因为 我们有三种 这个 针对人的部分 针对 针对 针对电脑的起手的部分呢 分为三种 所以有三种不同的内涵 就把它装进去 类的集装箱咯 所以 这个方块 就是集装箱 然后呢 这里 初级电脑起手 就是这个集装箱的内容 这个集装箱呢 装的是 中级电脑起手的 相关的数据 以及相关的函数 好 这个 也是一个集装箱 一个类 那 里头呢 就放的是 高级电脑起手的 属性 以及它的函数 OK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 对于 刚刚所看到的 三个具象的类 把它做抽象 因此呢 抽象出 一个抽象类 叫Base AI 叫Base AI 这样是Base AI 那么 现在刚刚是针对电脑起手 现在呢 再增加一个人的 这种 的起手 所以呢 这叫做 这个部分 是电脑起手的部分 OK 这是迹象类 这是抽象类 再加一个 这个人的 这个起手的部分 然后再把这两个再往上抽象 叫Base Player 所以在整个 起手的部分 就构成一个完整的 类造型的分析 所得到的这个架构 叫做类的体系 叫做类的继承体系 OK 也就是说 我们是基于类造型 来 思考 这一个 世界 然后呢 把相关的 这个类 把它组成一个 树状结构 的一个继承体系 OK 好 那这个人的部分 想完了 接下来 想想棋盘 OK 想想棋盘 它会呈现在UI的画面上 所以 就可以设置成 view的类类 因此呢 就得到了 这一边是人的部分 刚刚所看到的 现在呢 基于这个棋盘的部分 棋盘呢 它就是 继承的这个view 才可以显示在UI上 那它又包含了很多很多的线条 就是 在这个棋盘当中 会有很多这个 线条 一条一条线条 这个叫做line 所以呢 一个棋盘呢 会有很多个线条 那这就构成了 这个棋盘部分的类造型 它有三个类 来构成的一个棋盘这个部分的架构 OK 那这边是一个 类的继承体系 那整个都是以类的类造型的基础呢 来思考这个架构设计的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还要再联想 棋盘就联想到棋子 因此呢 这一个棋盘呢 上面可以摆很多棋子 所以又得出一个棋子的类 要得出一个棋子的类 都是用类造型来思考的 那么 还有 要 这个android里头呢 需要有这个启动的activity 需要有事件处理的 这个function 因此呢 就再加一个 叫做Gobian 的这一个 activity 就是吴子齐的 这个activity 因此呢 哇 一大堆的这个类的出现了 就是因为 我们心中有类造型 所以我们就把系统 的模型 就把它 想成是一大堆 类造型的组合 类造型的组合 所以我们说 这个基于简单的类造型 然后无限多的组合 组合出这个形形色色 复杂的架构 以及支撑出来的系统 支撑出来的系统 所以这就是目前所看到的 这一个我们用类造型来做分析 分析出来的长相 就是这个样子 设计出来的长相 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 那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没有分出来 它是框架 还是f 因为我们这里头 没有凸显这个i 没有凸显这个i ok 但是 现在你可以开始想一想 在这个图当中 哪里隐藏着i ok 现在 我们要把EIT用上去 EIT 用EIT的一个第一个动作 就是 它可以协助你去发现 隐藏中的这个接口 第二个 还可以让你引导你无中生有 设计新的接口 第三个 可以让你把接口 无论你是找到的 还是创造的 都可以表达的很清晰 现在 我们就继续来应用 把这个EIT造型 来思考接口 来扩充我们 刚刚的 这一个OAD 所产出的架构设计 这就是第一阶段 OAD 方法 来产出的架构设计 这个架构设计 是对的 是一个基础 就是因为 它没有 把接口 凸显 所以没有分为 这个框架 跟APP 两部分 这两部分是没分的 现在 我们要走 透过EIT的造型 来做分的动作 OK 从上图呢 可以看得出来 传统的类造型 的分析跟设计 也就是OAD 图显的class 跟class之间的关系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class 跟class的继承关系 这个就是组合关系 这个也是组合关系 这边是继承关系 所以 我们它强调了 这个类 以及它的关系 而接口呢 则被隐藏起来 这个时候 EIT就派上用场咯 例如呢 在这个棋盘 这个棋盘的部分 跟这个棋手的部分 它是E对N的组合 在这里 这是E 这是表示N 一对N的组合 就隐藏了一个重要的J口 J口在这里 隐藏了一个重要的J口 这样子 那这个重要的J口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所以 这就是 有了棋盘之后 再配了棋手 就是 后来才配上去的 配上去的 就像 一个汽车 有很多轮胎一样 一个棋盘 会有很多人来玩 可能有电脑棋手 跟人 直接来玩 所以呢 这一个 它 就像 汽车 配上轮胎一样 所以 可以在这里 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 OK 所以这里 就找到了I咯 因为 有了E 有了T 就可以找到了I OK 所以呢 它隐藏了重要的J口 可以让用户选择 都会起手 OK 因此呢 那我们就只有EIT造型 的这个I 来表述这个J口 那棋盘跟棋手 就成为 它的配角 棋盘 扮演E的角色 棋手扮演T的角色 这两个 都是I的配角 那 I是一个主角 所以传统上 将I都隐藏起来 隐藏 这里都被隐藏起来 常常带来很多缺点 第一个 架构是知道J口的存在 但是 没有表示出来 因而隐藏嘛 因此呢 由于没有明确的 传达给开发者 所以让开发者呢 满头雾水 所以 要用猜测的 但是 这个会增加 这一个架构师 跟开发者之间的增值 因为 因而产生了 很多很多的实物 那 由于没有凸显这个J口 所以呢 也让这个项目经理 他在 开发的时候 没办法做分工 没办法呢 采取 墙龙地头蛇 的这种分工的模式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把J口 凸显出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框架 跟APP分离 因此呢 就没有办法去支撑 没有办法去实现 当今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主流商业模式 就叫做APP stock APP stock 必须要有框架 跟APP要做很清晰的分工 那么 他J口 叫API 也要非常的明确 才可以 这个 在这方面 EIT 都可以帮上很多很多的忙 OK 好 那么 刚刚 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图 那么 在E跟T之间 应该有一个I 有一个I 这是原来就存在的 我们不是把它表述出来 因此呢 我们就设置一个I 来把它表述出来 然后T 这边就变成T I就跑出来 因此呢 这个就属于APP的部分 那 这个就是属于框架的部分 就这么简单 在E跟T当中 然后 这个设计一个I 然后 让EIT一起的表述出来 那么 这样子的 我们就看得出来 上面这个部分 就是E 就是E跟I 这是框架的部分 这个部分 是 APP的部分 所以 这个IPlayer 就成为框架 跟APP的分工界线 这个部分 在 买组还没有来的时候 用户还没有出现 那 开发团队 也就是 强龙架构式团队 就可以先定义 这个Player 可以定义IPlayer 而且可以开发E 然后进行开发E的动作 因此呢 把这个部分 都开发完毕 把这个代码写完 把这个借口定义好 就成为一个框架咯 就成为一个框架的代码 等到买组来的时候 再把T配上来咯 再把T配上来咯 那就成为定用软件咯 由于这个接口 IPlayer 只含有抽象函数 它不能含有 含有迹象的 因为IPlayer 是一个抽象的 里头就只有函数的定义 没有代码 没有代码 那这样的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里头 所有的函数 这边都要去定义它 而且 没有一些函数 可以让我来调用 因此呢 我们就会 把它以类的方式 来呈现 我再说明一下 因为上图的IPlayer 是一个接口 也就是 只有抽象函数 没有任何迹象函数 所以 这些抽象函数的实现代码 都必须写在T 就是说 这个IPlayer里头的函数 它只有函数的定义 不能写代码 所以 这里头所定义的抽象函数 所有的实现代码 都必须写在T 那这增加了 AP开发者的负担 也 延迟了 AP开发者 这个完工交付的这个效率 因此呢 这个强隆团队 就会把一些默认的行为 以迹象的函数方式 把它设计在 这个 集内上面 把它设计在集内上面 然后让AP开发者 来做继承的动作 因此呢 我们就会把这一个默认的行为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让它来继承 让它来继承 那 这个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退化型的EIT 这是E N N I 这个是T 那这个又是一个EIT EIT 其实这里有两个EIT 这个EIT的E是退化的 那 为什么会长这样子 是因为 刚刚这边说明 因为 这个 iPlayer本身 没有代码 因为它是 一个接口而已 那 但是 我们想要提供一些代码 可以给T的人 来继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设计成这个样子 这里头放了一些 现成的 就是默认的 这个 行为 也就是它的函数 让这一个AP开发者可以来继承 一继承之后 它的负担就变小了 负担就变小了 因此呢 在框架上面 常常会 采用这样的一个 呃 形式 一个Pattern 一个Pattern OK 好 MazePlayer 变成一个抽象类 里头含有 迹象函数 例如说 Function 这个迹象函数 那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代码写在这个位置 写在这位置之后 就可以给T 啊 来复用 啊 让各个T 来复用它 可以减轻APP的负担 提高它的交付的效率 所以BasePlayer 这个半年两个角色 一方面 是这一个EIT里头的T 这一个 啊 这个EIT 这个退化啦 E就变成Kine 一般化的 变成Kine 啊 所以它 扮演E的角色 然后 IT 所以这个BasePlayer 代表两个角色 一个是扮演这一个 Chaseball IPlayer的 这个EIT里头的T 另一方面 又扮演这个 啊 右边的EIT 这边 EIT里头的E 啊 扮演了一个新 EIT造型的E A 它的目的 是提供一个I 啊 所以这两个都是I OK 这是一个通用性的I 给Kine用的 这个是对T的I OK 对T的I 所以 在上图呢 有一个hook函数 这个hook函数呢 就是 让它 啊 这边 要去实现的 这是它的新的I 这新的I OK 啊 所以新的I封装的 原来的IPlayer的接口 就是 原来是 这边是直接用这个接口 现在呢 被它 啊 把它实现了之后 提供自己的I 所以 这两个T 只看到它的I 因此我们说 这个I 把IPlayer 封装起来了 所以新的I 就封装了原来的IPlayer接口 好 那它变成 框架跟APP的新接口 也就新接线哦 你看 原来 在上面的图里头呢 啊 上面的图里头呢 这一个 框架跟APP之间的接口 就是IPlayer 所以这个 是属于API的一部分 啊 属于API的一部分 因为它是APP跟框架的接口 才叫API 好 经由这样子一个新的设计之后 这一个 就 不是叫API了 这个部分 只是一个接口 它是框架内部的接口 那么所谓API 就转移到这里 就是框架跟AP 的这个接口 也就是hook函数了 啊 所以 这个API 就改变了啊 所以就成为 新的分工的接线 啊 分工的接线 那么 依据同样的道理 一样画葫芦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 来建立一个新的接口 建立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 就在这里 啊 你看 一个棋子 那么 一个棋盘 也有很多的棋子 可以配很多的棋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再回头一下咯 我们再来看 里头有一个 狮子马迹在哪里 在这里 包含的这个 因为它包含 就像汽车 包含的 啊 轮胎 啊 就是 它会有几个轮胎 因此就可以把轮胎切掉 OK 所以它的接口是隐藏在那个位置 好 在这里 因为一个棋盘 它会有很多的棋子 啊 会有很多的棋子 因此呢 那我们 可以把 这一个设计 一个I 把它切开 好 切开的意思就是说 把轮胎切开 之后还可以配到引擎上面 好 所以透过I 来做切开的动作 好 那就得到一个 I 就等于I Prayer 有没有 那I Chase OK 好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再回头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哦 主要重点在这里 在这是我的切割方法 就是 在这个位置 总是有 汽车 装配上轮胎 因此 就可以把轮胎切开 这里是 棋盘 可以 配上的棋子 因此呢 我们就把 这边切开 把这边切开 OK 这是我的切割方法 就是 EG 菱形的部分 就可以引导我们 去发现 这里可能是一个J口 所以 这里就变成 E咯 J口就变成T咯 OK 就 所以就找到这个I咯 OK 好 我们刚刚已经 一样化葫芦 所以 设计了 这一个这边的一个J口 同样的 为了让它 可以附用 一些 迹象的函数 所以我们 在写 框架的人呢 也特别写一个 类 来 实作实现 这个I Chase的J口 然后 再提供一个 新的I 这个J口 所以 Chase也扮演两个角色 这边本身 这边就是一个EIT 那么 这边又是一个EIT 所以 这个Chase呢 扮演两个角色 一个是 这一个 Chase Ball iChase Chase 的 这一个 的 这一个T 另外一个 又扮演 下面这一个的EIT 里头的E的角色 又扮演这个E的角色 它来提供这个I 来跟T的对接 因此呢 这一个 就变成 变成这个API 它就变成 框架内部的接口而已 OK 那么 为了减轻 进一步的减轻APP开发者的负担 来吸引更多 这个开发者来使用 那为什么 会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里头有具象的 具象的代码 具象的函数 可以让T来调用 所以 可以减轻T的负担 因此 T就会喜欢来用 OK 喜欢来用 那么 如果 没有这一颗 这个 MyChase 要直接去implement 这一个 那 这里头呢 因为他只有定义 没有函数 就是没有函数的代码 所以他不能去用它 因此呢 所有工作都要他做 所以他就比较不愿意来用 OK 那 透过这个提供的更多的默认的行为 提供的更多的默认行为 OK 因此呢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边提升上来 这边在收饼的是这样子 我们 刚刚所看到的 Base Prayer 在这里 这个 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例子当中 这个是属于T 属于T的部分 对不对 那么 这边是提供的默认行为 可以给他来用 那么 这里收饼的 如果有一天 我们 也要把这个部分 把它往上提升也可以 往上提升也可以 让它变成一个默认行为 那 这是一个设计的思路 所以呢 大家就把这两个把它搬上来了 把它搬上来 成为框架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 我们来说明 为了进一步的减轻APP的负担 这 这只来吸引更多的APP 开发者来使用 我们的框架 所以 通常这个 强龙的框架团队 会增加更多的抽象类 来提供更多的默认行为 例如说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它提升为一个抽象类 里头呢 就可以写很多代码 写很多代码 因此呢 就可以给AP开发者来使用 那AP开发者呢 就可以直接来调用这里的代码 所以呢 它减轻了负担 所以在计算机起手共享的默认行为 就写在这个Base AI里头 而人眼的起手的共享的默认行为 就是迹象的函数 就写在这里头 因此呢 大AP开发者就可以来复用这些默认的行为 那么 而所有的起手共用的行为 则写在Base Prayer里头 所以这里头都放的这个体系呢 只要都是放的默认行为 这个是所有的起手都共有的行为 这个是电脑起手共有的行为 这是人的起手共有的行为 那这样子就把它起分出来咯 就变成一个完美的框架咯 OK 因此呢 直接的丰富了 框架的内涵 进一步的减轻AP开发者的负担 因此呢 框架的价值就越来越高咯 所以你把它移上来的时候 那这个框架就 内容就更加丰富了 那么提供给用户呢 也更体贴的一种 这个默认行为 可以让AP开发者来使用 那这就是让这个框架的价值 就不断的提升 此外 也提供AP开发者更多弹性的选择空间 如果今天我们要写一个T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Base AI 或者是来继承Human Player 因此可忽用这两个迹象类的 这个默认的行为 例如呢 这个T1 在这里 例如这个T1 T1呢 它直接继承它 因此呢 这里的默认行为 就可以为它所用 就可以为它所用 好 那这就看你的T1 如果你的T1 是人的起手 那你就可以 直接继承Human Prayer 因为你可以继承了 共通的行为 给继承的 人起手的特殊的行为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不适合继承上面两类 可以选择直接继承Human Prayer Maze Prayer 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一个不够用 那直接继承它 那直接继承它的缺点是什么 你这一个 电脑起手共有的行为 在这里没有提供 那么你必须要自己写 所以 这边的负担会比这边重 因为 这一个 这边 可以直接 用扣它就可以了 那这里 因为没有这个 可以扣 所以要自己去写 所以负担会比较重 OK 好 那接下来 再来看 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上面两个都不适合 那就直接实现I Prayer 就像 T3 直接实现它 所以呢 这边的默认行为 这边的默认行为 都不能为它所用 所以它就必须写了很长代码 去实现它 有没有 去实现它 这边是透过两个G类 把它实现了一大半 这边是全部要自己实现 那这三个都是对的 都有可能 那就是 有框架提供API 有三种的API 让这一个 让这一个AP开发者来选择 以及它的使用 所以在这里就帮你说明了 这个透过 OAD的一个第二阶段的这个成果 然后先建出一个接口 然后呢 再把默认行为 写在这个G类上 这一个G类上 那还有特殊 范围的默认行为 就可以写的 比较特殊的 类 但是这整个都属于框架的部分 最后 这个T1 T2 T3 才属于AP的部分 那越来越多的 这样像Human Player 越来越多的这个默认行为的类 那么就越丰富的框架的内涵 也越节省了AP开发者的负担 所以AP开发者会更喜欢来使用 那我们的框架平台的效益 就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成长咯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